真行啊,不肯加班就开除我,系统反手奖励我一百万,我看了一眼手机,还有十分钟就到下班时间了,因为前段时间天天加班,到昨天终于才把项目给做完,所以今天事情不多,大家都盼着能够早点下班。 就在离下班时间还剩五分钟的时候,办公室里接二连三地响起了手机信息提示音,我的手机也响了,打开手机一看,原来是部门经理在群里发了信息,通知十八点半开会,这消息一出,办公室里顿时怨声载道,所有人都在小声地抱怨。 昨天好不容易把项目做完了,今天本来以为可以按时下班,没想到又要开会。 我都说好了要陪女朋友的,再这样下去,我估计要被踹了。 我也跟儿子说好了,今天要去接他放学的。 按照以往的经验,开个会起码得一两个小时,现在开会肯定要到晚上八点才会结束。 说是开会,其实就是占用大家的私人时间,每个人都对此很不满,但是部门群里几乎所有人的回应都是非常干脆地收到,要么就是好的,明白,甚至还有拍马屁的经理。 你想吃什么?订饭的时候我给你也订一份,一直以来我对于加班这种占用私人时间的行为也是非常的不爽。 只不过我和所有人一样,因为需要这份工资所以只能忍气吞声。 就当我也准备和大家一样选择隐忍的时候,突然我的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。 恭喜宿主成为天选之子,已成功绑定较真系统,请宿主选择其中一个选项。 一,留下来加班,奖励缩头乌龟T恤一件。 二,怒对部门经理,奖励一百万现金。 没想到我也有系统了,这还用想吗?我选第二个。 我们这个部门经理作威作福这么久,我今天就要制止他。 于是我先在部门群里拍了拍部门经理,把所有同事都搞猛了。 然后我又回信息道,你要是早说五分钟,我刚才就不用抢着去厕所排队了。 你要是晚说五分钟,我都到家了。 旁边的同事齐刷刷的,投来诧异的目光。 苦十八,你这阴阳怪气的不要命了,你居然还拍了拍他,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 这时只见部门经理猛的拉开了他办公室的门,气势汹汹的朝我冲了过来,厉声质问道。 苦十八,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意思? 我站了起来,一脸鄙夷的看着部门经理说道,没什么意思,就是我不乐意。 十八点就下班了,之后是私人时间,我没兴趣用私人时间来跟你号。 看到我出了头,其他不甘心的同事也小声跟着附和道。 经理,前段时间已经加了这么长时间的班了,今天就让我们准时下班一次吧。 就是,大家已经辛苦这么久了。 听到同事们的诉求,部门经理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,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,于是仗红着脸怒道。 你们是想造反吗?还想不想干呢? 这话一出,顿时没人敢吱声了。 这就是打工人的悲哀,为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不得不低声下气,看到其他人被震慑住了。 部门经理得意地对着我说道, 我说十八点半开会,就必须十八点半开会。 我的部门我说了算,今天这个会还非开不可,怎么着? 我淡淡地说道,经理,你是活不到明天了吗? 这话一出,周围的同事都目瞪口呆。 部门经理脸都憋青了,咆哮着威胁道。 苦十八,我看你是不想干了? 我看了一眼手机,时间已经到了十八点。 兄弟姐妹们,下班时间到,我走了,Goodbye。 说完我转身就走,部门经理被无视,原本憋得铁青的脸,仗得通红,朝着我的背影,继续吼道。 我还没说下班呢,你敢走试试,今天你要是敢跨出公司大门半步,你以后就别来了。 看到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公司,部门经理已经是歇斯底里。 苦十八,你被开除了,你明天不用来了。 你说开除就开除吗?兄弟姐妹们,看我明天怎么治他。